傳送測試 回來路上記得幫我買鮮奶 大家好,我是大米 歡迎加入我的愛玩3C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手錶的Google語音助理 利用語音的方式傳送LINE的訊息 到LINE的群組 我的手錶是以點兩下來啟動語音助理 傳送測試 回來路上記得幫我買鮮奶 讓我買鮮奶 那這時候 他就會 把我要的訊息 傳到 LINE的群組裡面去 那目前唯一還有一個 比較 沒辦法解決的 就是他會翻成 英文再傳送出去 那這原因是因為 我是經由 IFTTT的 網路應用服務來做連結 目前IFTTT只支援英文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沒有那麼完美的地方 接下來就看一下手機的部分 打開LINE的 理由程式 點到這個群組 你可以看到 剛才 送的訊息就已經 加到 這個群組 送到這個群組裡面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 要把 LINE NOTIFY IFTTT裡面 會多一個LINE NOTIFY 如果沒有連結的話 不要把這個LINE NOTIFY 加到這個群組裡面 他就可以送到這個群組 然後 同樣的設定 也可以應用在 Google Home上面 所有的Google Home也會同樣被觸發 OK Google 傳送測試 回來的時候也順便買一下紅茶 同樣也會被觸發 接下來就是電腦上面的設定 我們先連到這個 ifttt的這個網址 ifttt.com 然後進來你可以 註冊帳號 之後 首先你就必須要連接 兩個服務 那我這邊有連接 一個就是 Google 助理的 Google Assistant 這邊 這個必須要先連結 那另外一個就是要連結LINE 因為 我們要用 启動 Google助理 來把訊息傳到LINE上面 所以這兩個 服務都要先 启動 那之後 可以來設定 我們的 觸發條件 那我這邊是已經設定了 打開這個設定 那基本上 它 設定的 主要 的步驟就是 如果你說 關鍵字 就是 傳送測試 然後後面接著你要傳的字 然後它就會送到 我的LINE的群組 然後這關鍵字的話 第一 你有三種說法 你都可以設 那我基本上 我這邊設了兩個 那你必須要把它翻成 英文 因為目前 IWTT只支援 英文的關鍵字 那 我們Google 雖然說的是中文 它會翻成英文 來觸發這個關鍵字 所以 必須要把 你的關鍵字 翻成英文 寫在這邊 然後面接一個 簽字號 就是 你要傳送的內容 那我這邊設了兩個 這是 傳送測試 英文 就是傳送英文 那 你可以準 設定你 比較適合 說得順口 的關鍵字 那之後 你可以尋 設定 它要回你什麼 那這時候就可以寫中文 因為你寫中文 它就會回中文 然後 語言的部分 目前只有一文用不到 其他就先 不用 看一下語言的部分 其實只有一文 可以用 然後 如果三明的條件滿足了以後 它就會送 Line 到你的 你的Line 群組 Line 群組的話 基本上就會選定你想要穿進去的群組 然後並在那個群組裡面把 Line Modify 加進來 基本上下面就保持固定 這樣子 電腦方向端就設定了 如果你對3C 智能設備使用經驗 有興趣 歡迎關注 愛玩3C頻道 謝謝